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数是 共和党内支持里根总统的选民 在一片欢呼的海洋当中 突然出现这么一声枪响 把现场所有人是吓了一跳 要知道为了准备这个活动 希尔顿酒店那是花了心思了 专门设计了一个总统专用通道 安保措施 滴水不漏连只苍蝇都分不进来 正是出于对安保措施充分信任 当天早上起来 里根总统出门的时候 他就没穿这防弹背心 他觉得没事 但是谁也想象不到 如此周密的安保措施 居然还就让这杀手钻了空子了 总统此时此刻正遭遇致命的威胁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 这开枪它不是一枪 是六枪 事实上 杀手在不到两秒的时间里 向里根总统连开六枪 他的第一枪 打中了白宫新闻秘书 詹姆斯布雷迪的左前额 第二枪 射中警官托马斯德拉汉提的后颈 这时他有了枪杀里根总统的清晰视野 但是他的第三枪 却打中了对接一家电面的玻璃 听到第一声枪响 特勤人员就做出了反应 在里根总统身边的 是美国特勤局局长杰瑞帕尔 他拼命将里根推入总统作架 并且将自己的身体压在里根之上作为掩护 与此同时 杀手已经被其周围的警察和群众暗倒在地 可是在被完全制服前 还有空间让他手中的枪再射出三发子弹 一名叫蒂莫西麦卡锡的特勤人员 奋不顾身纵身一跃 为总统挡下了第四发子弹 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 而后两枪似乎都打偏了 因为现场并没有人在为此应声倒下 此时的希尔顿酒店门前 被枪击中的三人倒在血泊中 而杀手则被死死地按压在地 探员们大声吼着 后退 后退 当时人们大惊失色 场面一片混乱 总统遭到枪击的九天之前 他和夫人南希出席了一场 在哥伦比亚特区福特剧院举行的募捐活动 说来也巧 就在这个剧院当中 曾经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遇刺身亡 那天呢 里根到了剧院 看见林肯遇刺的那个包厢 里根突然说 我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他说如果一个人有足够大的决心 可能就能够突破特勤部门的保护 轻松接近一位总统向他开枪 可是怎么着也没有想到 就在九天之后 他的预感居然就成真了 枪击案发时 美国特勤局局长杰瑞帕尔正在里根总统身边 他在第一时间一把将里根推入保安车内 随后自己也扑上去 用身体帮总统挡枪 当他们安全上车后 他立刻命令驾驶员返回白宫 此时 保安车的周围被多名警察围绕 静止离开了西尔顿酒店 行驶出安全距离之后 警察陆续散开 在这里跟总统的车辆迅速驶向白宫 可是 总统专车才开出几十秒钟后 突然改变了行车路线 亮起红灯 响起警笛 显然 在这紧要关头 他们改变了主意 那么 这几十秒钟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总统专车又要开向何处呢 其实上车后 杰瑞帕尔开始检查里根总统是否受伤 结果让他松了一口气 他并没有从总统身上 发现明显的受伤痕迹 所以 他一开始决定直接回白宫 但是 车开出十几秒后 总统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 然后开始剧烈地咳嗽 他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手去捂 放下手后 发现全是鲜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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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